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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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客在節目的平安 大家好 大家好 露家森瓜 芳茶萊 非常高興 能夠有機會跟大家所有的同心見面 我們都在創造一樣非常特殊的台灣歷史 一個人沒有創意 人的生命都停滯在那個地方 但是要走創意的路線 一定要有正常的路線 在山區很多路線 在山上有自己的要抓野獸的路線 外行人看不見 那但是也容易迷路 高砂族同胞到平地 那麼多的路線 有時候 郵差放的 按照郵件的地址 不一定馬上找得到 因為路線太複雜 這個複雜是因為沒有事先規劃 這個就是今天你我活在台灣的一個最大的問題 路線迷路了 你知道迷路還好 你還可以走正常回到非常好的路線 而且是你可以找到你所要找的一個目標 最糟糕的是不知道迷路 還是繼續走 那不一定會在山上會繼續走到顯矮峭壁 山羊他在顯矮峭壁都沒有問題 他的那個腳抓腳跟非常穩雜穩打 因為他那個是他生命的一個路線 他了解 但是碰到高砂族他有時候沒有皮條 也會被我們吃掉 不過這是題外話 那今天我們來到台灣民政府 讓我們看見台灣的路線糟糕到什麼程度 連過去的歷史 連過去自己本身的生命的價值 會起著很大的懷疑 我是不是台灣人 那有一次我去紐西蘭的時候 經過流亡政府的海關走出去 然後到了紐西蘭的海 進入海關的時候 有一個台灣人的阿婆 我聽到 他說說 咦 國台灣人也是台灣人 後來他就跟那個 也不是很清楚 因為他的孩子在紐西蘭 入關才可以看到 所以這個外國人就跟這個台灣人阿婆說 你的護照片 你是什麼人 我是台灣人 咦 你是台灣人 你是泰國人 因為你從台灣還是泰蘭 泰蘭有時候搞混 那我就聽到了 那我就聽到了 咦 這個阿婆呢 沒有人幫助 所以我就自動去跟他談 他說他要找護照片 我說 他說 我明明就是台灣人 是怎樣 問題是你的 PASSPORT 不是台灣 PASSPORT 是中華民國 PASSPORT 工人要問你 那當然他一定會問清楚 所以我就跟他清楚 跟他談 跟那個海關說 我們雖然外表 PASSPORT 是Repropriate of China 但跟台灣 跟台灣的不一樣 我們真正台灣人 但是 咦 不是阿 中華民國就是台灣阿 台灣也是中華民國這樣 那時候我也講講阿 因為還沒上過台灣民政府 對阿 中華民國就是台灣 Repropriate of China is Taiwan 台灣 We are Taiwanese 然後 跟他們這樣 論到的時候 喔 這樣喔 好好好 就進官了 但是現在 又碰到一個問題 在美國的官網裡面 去年8月20號 把中華民國這個官網的名字下架 然後就換台灣 我們沒有去研究 沒有去仔細看的 覺得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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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會覺得說 這個沒有關係 但是來到我們台灣民政府的時候 秘書長還有幾個講師講的很多從來龍去脈 才慢慢了解說 啊 原來中華民國不是台灣 台灣更不是中華民國 他會給我們搞混 混混混混到迷失方向 混到自己的頭腦 說欸 我到底是住在台灣還是在國外 所以今天實際上我們來到這個地方是完全要理清我們今天活在這個流亡政府的政策裡面那麼多的迷迷糊糊 那麼多的迷糊糊 那給我們更大的理清 我們真的是有福分來到台灣民政府 有沒有這樣的信心 有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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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我們在選古的時候 哇來選阿扁啊 這樣好不好啊 好啊 這個阿扁現在在哪裡 可憐待 所以這個為什麼 你看當過總統 然後被抓 被抓去 然後關了四年多 可能他還回想到說 以前選舉的時候 好嗎 好啊 好啊 阿扁民進黨 好嗎 好啊 結果我們到高沙族說 我們是不是中華民國 好啊 阿扁說 彭查拉 結果都是 迷迷糊糊 所以今天我們真的是有這樣的福氣 我們來看看前面的 這也是我們來思考一下 每一個人都活在有自己的方向 但是這個方向呢 在他的一生的命脈 現在問題是這個政策 對或是模糊 會影響你的人生 你也會影響他人的人生 那他人會雄環受到影響 那關鍵性在政策的問題 所以我們看看今天的你我生在台灣 或是受教育活在台灣 我們都在關心我們自己的後代 也關心我們現況的生活 那更何況我們將來的生命生活 會不會影響到正常的路線 這個關乎政策的問題 不過我們看看有一句話說 錯誤的政策比貪污更為嚴重 這個是常常我們會聽到的 但是講歸講 那還是有沒有做到呢 那都是最上面的問題 那這些政策會影響整個的生命 那問題就是太多的包袱 人際之間的包袱 還有民望的包袱 財產利益的包袱 還有整個你自己的公關 或者是自己的親朋好友的包袱 這些在在都在影響 你活在這樣的政策裡面 是不是一個理所當然 還是有的台灣人說 沒關係啊 特別是有幾個高砂族的同胞 我跑了快三趟了台灣 去跟他們說明台灣民政府的時候 沒有關係啊 中華民國也好啊 共產黨也好啊 什麼共產黨也好 什麼都好 難怪生活方面 他的方向不是那麼清清楚楚 所以我們回到在危機白科裡面 他手寫的政策 整個的目標 當然一些的負面 這個都是我們做政策 決策的人的想法來去做制定 但是政策無論是利益多少 問題是政策 迷迷糊糊的政策 事實就是事實擺在我們 所有台灣人的眼前 那怎麼去在乎怎麼去關心 那就是我們本土台灣人 你要去關心我們的生命 是無限的價值 有這樣的看見 你就會看見流亡政府的統治者 對於生命呢 真的不一定看得重要 我們常常聽到說 老馬說 把你們 把高沙族原住民說 幫你們當做人看 那當做人看就 相反的就不是人 好 我們看看 有時候 從這個人的生命裡面 因為高沙族大部分都是 認識這位創造的上帝 那不管不同的教派 但是 因為一般的生命來看 不論是宗教都在 關乎生命的價值跟存在 那基督教對生命來看 是從聖經那邊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可以做一些的 以參考 聖經的故事談論 人是上帝從泥土造出 生命是由他的靈 吹在人的鼻孔裡 活出人的生命來 這個基督教對上帝的靈 是一個生命 生命的存續 那這個生命就是 一直活落到永遠 這個是基督教對生命的看法 那我們問題就是 這一些的生命幾乎多 從有一個美國神 專門研究聖經的呢 他特別談到土地神學 那土地神學 他有至少有六項 形容出意識形態 這個意識形態 不只是在聖經裡面的解釋 連一般人活在這個世界上 都是受這個意識形態的影響 那我們做一個參考 第一個是 第一個是君王的意識形態 那君王的意識形態 就是說 寫這個聖經裡面的作者 是為了君王 為了國王來寫的 所以他整個的意識形態 是為了國王而著作的 聖經有一些這樣的 像大衛王啊 所羅門王啊 這些都是用 因為等於是捧著國王的地位 能夠不會被敵人消滅 所以他一定會畫出 這個國王的整個的生活 和他的特權 還有他的權力 他的能力 他的智慧 都會寫在裡面 就像今天 為什麼有三民主義 這個三民主義 從聖經的角度 也是君王的意識形態 這個三民主義是為了中華民國 為了讓流亡政府 流亡一直控制台灣 所以用三民主義來控制 整個的台灣人民 所以這個也是屬於君王的意識形態 神權的意識形態是 這個我們不必說 因為這個是相信上帝的這種意識形態 那第三 古代傳統的意識形態 那假如這個 他整個寫的著作的歷史 是傳統的 要把過去的歷史 跟現在的歷史 把怎麼去接洽 傳承下來 用傳統的觀念 有時候用口述歷史 有時候用傳述的故事 來寫出 這個都是會 因為它是傳統重於其他的 所以這個就是 注重在傳統的意識形態 就像今天為什麽 無論是奔透台灣人 有的年輕人跟 較前半的人 那個意識 不是不一樣 有的年輕人說 那是你們老人 那是你們老一輩 我們現在的年輕沒有這樣的 有幾個部落 有幾個部落 受到婚姻的意識形態 慢慢的變 本來一般說 四代五代不能結婚 但是有的高砂族的部落 特別我們太兒族 慢慢受到更大的影響 不能結婚才四代而已 那四代晚上就跟老年人在談 談到這個婚姻能不能成立 結果那個年輕人說 要怎樣 已經懷孕了 兩個月以後就要生了 還要打胎嗎 不要怎樣 所以這些都是 老年人說 你們太過分了 年輕人太過分了 結果有一個年輕人說 不一定喔 假如說我們換朝代 你們老年活到現在的年輕 像我們 那我們這個年輕人 活到你們以前的老年 也是一樣 在那邊爭論 那現在已經 要準備生產了 結果老年前輩都在那邊 傷腦筋 結果說 好啦 那我們自己負責 結果明天第二天就辦公正結婚 結果老年人說 哇 這個年輕人 真的很難去幫助 那問題就是因為 現在的社會 太過於自由 所以在流亡政府的統計 暑假是懷孕期是最高峰的 這個也是一種 為什麼會造成這樣的時代 那我們中年代的 我們就在思考說 是不是政策上的問題 還是仍然傳統跟現代的意識形態的衝突的問題 這個要去處理 我們台灣民政府也要面對這樣的問題 那先知的意識形態是 還沒有發生的事情就知道了 這個是聖經的解釋 那農民的意識形態 聖經也有農民 我們最近在種五葉松 在我的部落 種五葉松還有肉桂 還有 因為我們學習我們的副主席 他花園文藝 滿滿大的滿寬廣 那在山上呢 我們也在學習說 種水果都是一窩蜂的 種什麼水果 大家都種了水果 結果第二年第三年 那個價錢馬上落下來 所以我們就在考量說 我們是不是也要種一些的樹木 所以我們在考量說 種這個樹木的時候 原來聖經 舊約聖經 三千年前 他們也已經形容肉桂了 所以有的人說 現在肉桂滿好 那當然這個都是將來性的 那這些都是農民的意識形態 其實意識形態的意思是說 有兩種 第一種是 你比較偏激的意識形態 就會影響正確的問題 那你走到正面上的意識形態 就可以幫助傳訊傳承下去 這樣的意識形態 就會從這邊來做解釋 那更糟糕的是 今天的階級的意識形態 在印度的階級是非常嚴重 而且非常清楚 他們分四個階級 一個是最高的階級 這個貴族的階級呢 沒有辦法下架到 那些比較第一級第二級 比較低等的民族 那這個低等民族 也沒有辦法結婚到貴族世家 那這些都是會受影響 那今天流亡政府 就是因為階級意識形態非常嚴重 那他們所修改的法令呢 那也說沒有多久又改了 就是為了他們自己的黨產 為了自己的國民黨的那種蜂窩的福利 一直在那邊握住 那造成整個人民的一個悲哀 那但是 維基百科全書也有意識形態 知道嗎 你看看 維基台北寫作聚會呢 每月第二個禮拜六都在舉辦 都在整理 那這些人員 這個才是關鍵性 人員你著作的人 你是為誰 有的是為整個歷史來做傳承下去 做一個事實的交代 但是有的不一定 我們看看這個大中國族裔 無論是在當時的時代 然後整個中國的近代史 這些都是像他們當初 道光帝已經不瞭解國際法 那這個國際法 當時的國際法跟現在的國際法 可能有一些出入 所以當時的著作 是為了當時的時代 那今天的國際法 那有的說 我走了幾趟台灣 我們有幾個高砂組 自認為非常聰明 大學畢業的 我們就在談論這個 我們台灣民政府的法理論述 結果他們也給反映 大學畢業的高砂組青年 兩百多個法學博士懂得國際法 台灣的國際法學者 兩百多位 難道比不上一位 你們所說的林志森博士嗎 我就直接了當跟他說 哪一個像林志森博士 把所有台灣從滿清時代 在1895年的整個的歷史事件 弄得一清二楚 而且今天流亡政府說 滿清把台灣澎湖群島 割讓給日本 只是說割讓 但是我們看林志森我們的秘書長 講的說明明記載著永久割讓 有沒聽聽過秘書長所講的 永久割讓是 這個割讓是已經成為他固有領土 那殖民地就不一樣 在戰爭法的解釋 殖民地是有時候按著當時人民的意願 最後成為決定於在當時的人民 所以也可以去推翻 或是也可以去 因為人民的力量 來成立自己的政府 那有些時候是受到 其他的外來的統治 造成這個殖民可以變來變去 那政府可以換 那但是割讓 永久割讓是固有領土 就像我們一個身體一樣 手不能說 因為手太短了 我把它切斷 我不要 不能說因為我眼睛放在前面 正不習慣 可以放在後面嗎 這樣不可能的事情 那有沒有人說鼻子 啊不行 太扁了 我要放在頭上 那老佛阿伯阿 所以這個都不對啊 那固有領土是已經確定的事情 沒有辦法再割讓 除非國際憲法條例 他自己的憲法修改 就好像我們是屬於日本天皇 那有一天日本天皇 或者是日本他們說 欸 好啊 做一個台灣分離條款 那時候再說 但是兩件事情在戰爭法 國際法所講的 殖民是可以轉移 但是割讓是沒有辦法 主權轉移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是屬於日本天皇 所以很多人都不了解說 咦 我們又要靠日本 我們又要靠美國 美國又不相信 對他們又不信任 這些的整個的意識形態 在那邊解釋 就會影響我們自己不清楚的一些的理念 所以今天我們來到這個地方 真的是要理清我們的理念 更理清政策上的需要 那今天就像一般的馬關條約 或是清朝各讓台灣澎湖 這個裡面呢 那有時候他們還是因為大中國主義呢 說這個就是今天台灣也是屬於我們的 中國說台灣是我們中國的一省 而我們過去的教育都是這樣的教育不是嗎 這個都是台灣 為什麼有台灣省 就是因為把整個35個省 36個省把台灣納入在裡面 那是因為他想要他發現真正的事實 沒有被台灣人民發掘的時候 把他蓋掛自己的土地 這樣的大中國主義 就是要吞噬整個台灣人生命的命脈 好 我們看 在康熙七年 好像又回到這個中國的歷史 真的不喜歡坦 但是我要重視是 當初他們把這個內地 瓜分為18個省 實在當時台灣不在內 然後不是日本碰到屏東那個地方 他們不是因為颱風嗎 有一段時間 那日本的他們坐船 就碰到觸礁了 然後就登上台灣島 就一看說 啊 怎麼都是 還有人喔 都是跟我們日本人不一樣的 原來都是台灣族的 在那邊爭論 爭戰 也打不過台灣族 原來說 哎呀 塔卡沙卡肉怎麼那麼厲害 所以他們就發現說 這個將來 我們把它註明一下 這個台灣這個白旺 那時候他們不知道是台灣 那他們覺得說 喔 這個沒有穿衣服的 塔卡沙卡肉 塔卡沙卡肉 他們就發現說 咦 一定有裡面有特殊的主權 所以他們就開始有這樣的計畫 不過當時是因為碰到這個牡丹事件 那很多人就在那個地方 日本在侵入台灣的時候 希望說能夠開放台灣 那但是割讓日本以前呢 其實已經很多人就 300多萬已經移到台灣地方了 好 我們看到這個政策呢 今天給我們更大的一個模糊狀態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先從 我想這幾天 或者是有上過高級的 都有聽過 也知道我們秘書長說提出來的 Chinese Taipei 中華台北 在我們過去的看法 中華台北就是 幾乎在運動體育界 他們喜歡用的中華台北 大家高興 結果就拿著這個流亡政府的 這個中華民國的 實際上不應該講國企 因為中華民國不是國家 所以他就沒有權利被稱為國企 但是我們過去的教育就是說 那就是我們歸國企 哇 中華民國 我們假如在座的年輕人 流過血或是到國外 看一些的國外的事情的時候 一看到說 啊 中華民國啊 那個就是我們的國企 我們台灣的國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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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的國企 中華民國的國企 到底有什麼不同 有什麼不一樣嗎 那這些都是給我們 一直混混混混混到 所以我們重新來看看 中華台北在英文裡面就是說 流亡政府的這個中國呢 就在台北 就好像當初French London 法國在法國流亡在倫敦 然後韓國流亡在上海 叫Korean Shanghai 這些都是說流亡政府 那這個流亡政府 實際上他們就說 到底是流亡到哪裡 逃難到哪裡 那我們過去都沒有聽過 那有可能有一些聽過了 但是一直到現在 我們重新再釐清 這些的政策沒有釐清的時候 這些的詞句沒有弄清楚 我們會對我們其他的親朋好友 很難說服 所以我們可以做 不只是這幾個國家 你只要列出 Chinese Taipei 在Google那邊 就很多列出來 比利時啦 德國啦 都會列出來 因為德國也是 曾經被統治過 那比利時也是一樣 那今天弄到這樣的清楚說 Chinese Taipei 實際上是中國的台北 實際上是中國台北 因為這個流亡政府 中國人很容易玩遊戲文字 文字遊戲 那有時候他們把文字說 反正在法院是他們自己看 一個字可以辯論一天 啊 有沒有全世界有沒有這樣的事情 在法院一個字就可以辯論一天 花在那邊 花人民的血和人民的財產 單單一個字在那邊辯論 為的是自己 護著自己的利益 利害的問題 利益關係 那今天我們也看看 1945年9月2號 來簽署日本戰敗的時候 因為蔣介石受到美國 麥克阿瑟委託 然後做四國聯軍 委託這個蔣介石來簽署 整個台灣澎湖 36個島的群島的地名 有多寬 花了三天的時間在那邊點 那這個點呢 所以之前才是我們用 People of Taiwan 那1945年9月2號以後呢 是整 我們今天的那個文宣是整體台灣 台灣人 也就是住在台灣的人 那這些台灣關係法 也都在用 the people on Taiwan 住在台灣的所有的人 那the people of Taiwan 這個就是秘書長把它翻譯到 本土台灣人 就是要把它理清楚 沒有理清楚 人們就會覺得說 我們看英文 或是看這個文字 我們沒有去發掘 假如要去看 去研究台灣關係法 跟舊經商和平條約 舊經商和平條約 舊經商和平條約 它寫 the people of Taiwan 那為什麼不要用 the people of Taiwan 那在關係法是 the people of Taiwan 為什麼不要寫 the people of Taiwan 那個就是他們真正的 英文的技術 而且是有裡面有文章 那這個文章簡單來說就是 以後來的跟以前的 那以前是很清楚属於日本天皇 所以我們為什麼要申請身份證 我們先是一定要拿到日籍 我們爸爸媽媽阿公阿嬤 都是有日本名字 因為已經成為1945年4月1號 日本天皇招書的時候寫得很清楚 這個就是我們的 台灣就是我們所有的日本國民 那實際上在天皇的角度是 我們是日本天皇的臣民 國民跟臣民不一樣 那所以在這個之前就是属於 真正的日本天皇的人民這個名字 那之後呢 因為美國擔心蔣介石又作怪 所以他就訂定台灣關係法 很多人說就是因為有台灣關係法 所以美國人幫助我們 是不是這樣 我們不清楚就會覺得說是喔 實際上關係法是美國的國內法 為什麼講說國內法 因為台灣是被美國佔領 他有權利說什麼就做什麼 因為他是有管理主權的一個國家 所以這些的內幕我們沒有來到這個地方上課 我們就覺得說很多民進黨啊 很多黨外人士啊 都說哎呀這個都是關係法 是因為有關係法 所以美國一直在保護我們 民主長說 不是 那是保護 那是保護 所以我們今天看見歷史地位的重要性 在一般人說啊這個不要緊啊 不管歷史又跟我有什麼相干 有啊 那有什麼相干 都有啊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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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起研究的話 沒有起研究的話 這種事實跡是怎麼說 沒有起研究的話 真的重点是他谈论到The People on Taiwan 他字面上是帮助中国人逃难在台湾的这些中国人 和不清楚本土台湾人的台湾人 他们以为说受到他们的帮助 实际上真的切割的时候 严重性就会到来了 什么切割 就是你是属于中国人 到台湾政府执政的时候 严重性就到了 我那时候才发觉说 啊 早知道 所以有的时候告加来 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 所以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地方 除了我们理清我们自己的地位跟立场以外 我们有权利把这样的福分 也告诉我们的亲朋好友 把严重性 厉害性跟他们谈 救济商和平条约里面 给我们看见本土台湾人的真正的意义 我们看今天很多的创改 让我们很多模糊活在模糊的政策里面 第一个就是说中华民国就是台湾 台湾就是中华民国 但是我们要弄清楚 这个不对 不对 中华民国不是台湾 台湾本来就是不是台湾 中华民国 哇 这样有清楚吗 有 有吗 有 有什么清楚 你当中来解释一下 有什么不同 台湾跟中华民国 1945年9月2号 是 9月2号 就是 the people of Taiwan 但以后来的就是 the people of Taiwan 那万一 你的孙子也是以后生的呢 我要是延续我自己的这个比较 所以你的兒子、你的孫子也是同樣奔土台灣人 對啦!不好意思 除非沒有辦身份證 哈哈!好可憐喔 好,你看有沒有發現中華民國的憲法 把所有中國、西藏、蒙古都包括在裡面 偏偏看不到台灣澎湖這個字 所以當然中華民國不是台灣嘛 結果今天他說 不是喔!我們台灣人喔!連國民黨也是這樣 老媽,這個老媽也是一樣說 爛台灣人到這裡來騙銷 好,這個是我們剛剛 台灣人10月1945年10月25 中國人說光復台灣 實際上不是光復台灣 他什麼時候侵蝕戰略跟我們作戰的 哪裡會光復 實際上就是中華民國佔領的第一天 所以沒有光復節 不要說啊!10月20日我們來騙銷光復節 被中計了 好!兩岸的中國人本來就不屬於 The people of Taiwan 凱羅宣言 這不等於條約 不等於憲法 這個都是memo 都是在記錄 被忘錄 偶爾是這樣的事情 但是沒有實際的效益 那舊金商和平條約 23條、24條 那邊寫得很清楚 真正 台灣 美國是台灣的主要佔領全國 有那個權利 有那個權利 叫做全國 不是全國 好 剛剛所講的國內法 WTO為什麼 那邊寫關稅領域區嗎? 我最先不知道 其實這個是台灣獨立關稅區 那是因為 這個國 這個政府不是真正的政府 這個地方不是國家 你沒有權利跟其他正常的國家做綁交 因為你是被美國佔領 所以唯有 用獨立關稅領域區 關稅領域區來做解釋 這樣知道嗎? 關稅領域區是只有被佔領的是財新的 因為它不是國家 沒有直接貿易、交易、外交都沒有 這以前我沒有學過 我們在神聖院大學都沒有學過 你們讀過大學的 也沒有 只有我們真正的自治學院 才有更清楚的交代 所以美國國務院他講清楚 台灣跟現在的ROC不是國家 連李登輝他也形容流亡政府 那美國副國務院他也警告台灣獨立是意味著戰爭 為什麼意味著戰爭? 誰會解釋? 假如說台灣獨立的話就 他被美國佔領 被美國佔領中 那你要獨立 你要看這個美國的 看讓不讓你做獨立 不然的話就 啪一下 去看看 哇 我上個月 我們有一個童心 因為他很喜歡看NHK用日文 他會聽日語 他說啊 牧師啊牧師啊 我看到了 在日本的那個 好像無底鐵金剛啊 你們有沒有看到無底鐵金剛? 咻 就飛了之後 裡面有至少六千發 現在日本在改造的無底鐵金剛 裡面一個人在裡面操作 然後他可以操作到變成圓形 然後碰到山的時候就變成圓形 咕嚕咕嚕咕嚕的掉 也沒有受傷 然後掉到海中 他也可以轉到變成無底鐵金剛 從海中 用干就告訴大家 就讓我一想 我就說真的 你在做夢 你在看卡通影片 是真正的 shk 它用這樣的形容 我們也看到 我们也听到秘书长讲过 美国或是联合国规定 日本只有16艘的航空母舰 那日本至少每一年 都要做新的航空母舰 那争夺了阿非阿努 我们年轻人怎么样 16艘嘛 还是要保持16艘 所以日本每年都要盖好 一艘航空母舰 那怎么去处理 对 把第16艘 因为这个第一艘是去年才换的嘛 那16艘换下来 把那个新的进入到第一艘 所以15艘变成16艘了嘛 也是同样 第二年也是一样 做好新的一艘 那第16艘 等于算第16年了 假如说一年来算的话 这个第16年的比较 也不是旧的 也不是旧的 新的呢 就改舰 有的说改为驱逐舰 非常快 所以中国他也真的是怕 不只是怕三分 怕五分了 日本的武器 所以这些都是可以看到 现在的 当然我们不必怕的 因为我们不必作战 有我们的大佬 美国在后面 陆海空都是他们负责 所以我们可以 秘书长说可以 以后执政的时候 可以用钱来算 他们付多少就付多少 租金 连蔡英文也是 蔡英文要选举以前 到美国 那实际上没有到国防部 他们到一个 另外一个办公室 他那时候说 好啊 那我们假如 美国国防部就问他说 假如将来你成为 台湾的领导人 你要怎么去处理 怎么去删除台湾 讲了一大堆说 蛮不错 结果跑到 回来到高雄 在那边竞选的时候 原来在美国 在他所诉说的是 流亡政府 结果他说 中华民国就是台湾 台湾就是中华民国 那中华民国就是 独立主权的国家 所以民进党就这样 自己拜倒自己的纲领 那实际上他 已经把模糊政策 又继续传述到 传给我们台湾人 是在北埃 那在后面的中华民国 在北京已经宣告建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对不起 然后中华民国在38年 就已经进入到历史了 签证的问题 有没有听过说 10月2号就宣布赴美签证 免签证就是 你拿着护照 直接到海关 看登记 勃勃勃勃 盖好就好了 你还要申请了 你还要去网路申请 还要付14块的美金 然后你不懂英文的话 你可以委托人 还要给他一些的美金 那怎么算免签证呢 这个都是在 美国真的很厉害 台湾人就给他讲说 我们免签证了 两个都在模糊 实际上都是为了利益的问题 那今天中华民国是谈到 The governing authorities on Taiwan 这是治理当局 那治理当局 因为他不是一个国家 也不是国际承认的政府 当然就用治理当局 不能用中华民国 中国这样的词句 那问题是因为 还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活在 现在的这个流亡政府里面 所以我们有这样的责任 弄清楚 我们刚刚再回到 刚免签证的手续 第一个是你出生过 你会不会写台湾还是中华民国 应该大部分都是写台湾 但是台湾不是国家 所以这个又出问题了 所以美国是问说出生的国家 你是出生在 台湾不是国家 要怎么 还是不通 然后你要签你的国籍 你是出于哪一国 你要不要写中华民国 还是写台湾国 也不通 所以被美国设计了 那实际上秘书长讲说 这个都是为我们台湾政府 之前的台湾民政府 现在台湾政府 给我们设计 那以后 你这个护照是哪里发的 你要写中华民国 还是台湾国 最后有的人说 无国籍 但是那时候 怎么知道是无国籍 除非你来到这边上课 你才知道无国籍 现在很多人 我们当 特别是男生 大部分都当兵 那当兵就是 提出效忠的问题 那我们都是 有的是宣誓 那都是在那边说 万万岁 中华民国万岁 三民主义万岁 万岁 蔣总统万岁 所以有几个高沙族说 你现在的总统是什么 蔣总统 蔣总统已经死掉了 我们现在 总统是蔣总统 所以还是念在这个 过去的那种意识形态 无论在美国 他们也在 你看各地都有 都有谈论这个 整个的 我们 台湾政府的论述 特别秘书长跟核顾问 一直到 假如他们真的不相信 有控告美国的这个 这个都有号码 这个不是自编的 你法院的控诉 一定有法院的号码里面 不管是一审二审 那他们认为说 上述了 所以不足 所以他们说你们 你们核之声 所上述的败诉了 那实际上 现在是高等法院已经判决 五个判决 我们再重复好不好 你有没有印象 好 美国高等法院的五个判决 第一个 本土台湾人民 没有国籍 Stateless 没有国籍 第二个 现在政府是 国籍不承认的政府 第三 本土台湾人活在什么 政治炼狱中 政治炼狱 知道是政治炼狱吗 有宗教信仰的 知道是地狱了 那个地狱很苦 我们虽然没有听过 但是想象是非常苦 永远都受苦 但是这个炼狱 我们也在受苦 你看 无论选举 都给我们骗到说 大家都兴奋 只要一碰到选举 大家都高兴的话 所以我们来到这个地方 我们有一个限制 你承认我们的法理论述 当然这个都是自由了 你今天你来到这边上课 随你的决定 你要不要再继续 要看你 但是我们期待 帮助台湾回到真正的地位 还是要靠大家 彼此帮助 去理清这样的地位 我们台湾的整个的生命的命脉 我们看到生命的价值 无限的价值的时候 我们也会提起我们对台湾人的同情跟帮助 就像爸爸妈妈 虽然他的儿女不听话 有时候就陷落在炼狱政治 或是被关在里面 或是西安 太多的高杀族 很多部落都在西安 真的是很悲动 所以我们做牧师的 也是一直在如何帮助 这也是蛮心痛的一件事情 不过现在就是看到台湾人民 有这样的碰到的问题 我们都有权利 把这个最上好的部分也给分享给他们 所以我们做了这样的 看到政治炼狱当中 那其实最严重的是 除了二二八事件发生 摆着恐怖的发生 然后一直继续发生 特别是高杀族 人去抓野兽三枪 然后飞鼠也被关 然后跑到自己的河床 去拿一下木头就被关 什么都关 所以有的高杀族 你来的话就杀你 问题是你没办法杀 他们有枪啊 黑道欧都有枪啊 我们那一条大安西 苗栗大安西 前年的那个台风 最先去拿木头的谁 都是黑道 真的是实弹 我弟弟他们看的一清二楚 那只有把所有的木头拿掉以后 跟县政府官商勾结以后 以后一个月才公告说 哦 原住民可以到河川去采木头了 就一看都是杂木啊 已经聚过的 人家不要的 我说告家来 都是这样的问题 把那个 你们有没有发现 你看 一个木头从山上 吐石流下来 都是很有规格的木头 聚过的木头呢 奇怪 这个木头也会长在 有聚过也会在山上吗 吐哦 那吐 都是黑道 他们山老鼠早就已经聚好了 然后就放在 那个要准备吐石流的地方 藏在那边 下大雨 吐 蹦下来 结果反而 这个吐石流帮助 这个木头 一直流飘飘飘到河边 然后黑道官商 就在那边自己 自己偷啊 是光明磊落的偷呢 那不是偷人 是墙了呢 所以这个是在悲哀 所以很多高沙主 那赶快啊 赶快我们台湾政府 早一点执政啊 这些吐石流 这些漂流木 也给我们高沙主自己 有这样的财产 你们没有参加训练 你们没有申请身份证 没办法呢 所以跟他们说 你们没有参加训练 没有参加申请身份证 还是一样啊 所以我说我们都有责任 碰到今天高沙主的模糊政策就更多了 因为我没有把那个黄河土地的那个画面 这个国民党很厉害 我们几个牧师前面去冲啊 这个跟那个镇报警察 冲啊冲啊 还我土地 还我土地 这样啊 这个有几个老人家 还我太太 还我太太 奇怪 我们是还我土地啊 怎么还还我太太 原来有的太太被拐了 那个是另外一个问题 但是他也说还我太太 这个高沙主那么风趣 那实际上 这个整个土地的政策 从1988年我们开始 还我土地 3000多个人 1989年 1993年 这些都是还我土地 我们都是当时在策划的 尤哈尼当第一任主委 民会的主委的时候 那是我跟他同事 那也是我们策划 有几个 现在已经在民进党的 有几个策划的 整个土地政策的运动游行 但是有一些被受害者 好 那今天无论是名称的问题也好 或者是你看 从凡人 为什么今天 我们台台湾政府谈到高沙族 我们讨论跟其他的族群 讨论这个高沙族这个名称 很多人还不敢接受 因为说 你看我们原住民已经争了那么多年 你看政府已经给我们释放成为原住民 这是我们争取 流汗被关而存留下来这个小小的福利 为什么要改为高沙族 结果实际上两件事情 原住民在国际来讲 都是用印第安或是用本土或是土著或是用原住民 这个原住民是中国人所定下的名称 虽然我们几个年轻大学毕业的或是在民进党做事的或是我们在教会的牧师在争论这个名称的时候所定为原住民 那是当时大家认定说这个好名字 因为有的说 奇怪 为什么原住民也可以啊 平地三包也可以啊 三地三包也可以啊 平地三包也可以啊 那三包你四包嘛 大家在那边开玩笑 结果这些都是活在中国的意识形态里面 因为谈论到无论是三地或者是原住民 在中国或者是在国外 他们已经都在成为原住民 那都是汉字翻译出来的 那在英文里面是用Indigenous people 或是Native people 或者是Aboriginal people 这个都是成为原住民 但是这个没有说 这是Indian 在加拿大他们不会讲Indian 因为这个Indian他们也是受歧视的意义 所以他们直接说 We have the six nation people 我们有六大族 六个国主 这个都是名称的问题 那纽西兰呢 纽西兰的毛利主 他会不会说这是Indian的毛利主 有没有 没有啊 毛利主就是毛利主 所以假如说原住民毛利主 他们也不会接受啊 只是在活在自己的中国 这个台湾的中国的意识形态里面 一直重视 后来我们发现 我们来到台湾政府 民政府做演习会的时候 才发现说 1609年或是1602年 当时的日本天皇太子到台湾 他看到我们高砂组 哎呀 那么会唱歌 又会跳舞 哇很有干劲 哇又和爱可亲 没有什么藩人 藩人什么 难怪我在赌初中的时候 柯家柯家人 你们有没有在座 有没有柯家人 啊 亲对人 那 你怎么说 反爱反爱 哇 我说你再讲我就杀你 哇 我说杀你的时候 他们就不敢吭声 柯家话说 所以都是活在恨里面 这个都是在中华民国 活在中华民国里面的 整个的教育政策 那今天我们同样的 那加拿大 他们也不喜欢称为 印第安 我们泰尔组 有一个教会团体 我们跟阿拉斯加有姐妹教会 我代表 我们几个牧师代表去 然后就谈 他们也不喜欢用印第安 他们用直接哪一个组 像阿密斯的话 阿密斯 百望的百望 达案就达案 那他们也不会加印第安 那今天我们等于是加 印第安跟原住民一样的 所以高沙族是非常美丽 非常漂亮的山区 活在里面的喝哀可亲的族人 所以高沙族就是真正的高沙 那结果国民党厉害 他把那个沙改为山 高山族 所以我们以前一听到高沙族 现在听高沙族就以前听到的高山族一样 你看这个中国人都是文字游戏 也是海滥 海林过海湾 整个都害我们 特别害 大沙族 我山族心 繁静 我繁静 就是说繁人 繁人 我太太是雲林人 很漂亮的一个 我自己认为最漂亮的太太 我的太太不是你们的 她也教过音乐 来这边教过音乐 她是在声线教声乐的 后来她跟我讲说繁人 她跟我讲 什么是繁人 繁就是 不动力的人 强迫的人 抢劫的人 都是繁 都是欢 不是说原住民是欢 那些偷窃的或抢劫 或是没有讲道理的 那个都是欢 是不是 哦 那这个可以学到一个字 好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看看 今天 有的 1923年 黄太子那个地方 然后土地政策 还有国家公园 整个教育政策 母语文化 这些都是 整个都在碰到 今天高砂族的模糊政策 特别官商勾结 我刚刚所提的 整个都活在这样的政策里面 像他们认为是推行国语中心 他们实际上听说流亡政府 为了删减很多的预算 听说以后 两三年以后就没有 母语政策的认证的考试了 所以有的人很担心说 没有母语的认证 一旦消失 我们的母语也差不多消失 你奇怪 为什么一定要有认证 母语才会提证出来 才会有振奋起来 那实际上我们今天 这个责任要交给大家 也交给我们所有在座的同心 那我们负起责任 这样好不好 好 虽然不会讲很流利的台语 或是很流利的客家话 或是很流利的母语 没有关系 还是要继续学 继续学 赴年 这个都是我们今天 来到这个地方的最重要的目的 所以今天 看到我们 现在不是TCG 我们就可以成为台湾政府了 台湾政府 按照美国的意思来进行 希望有朝一日 能很快就执政 这个都是要靠大家 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地方 只有写一些的 初级的阶段而已 那希望大家呢 回去看能够有买新台湾论的那本书 看一两三遍就比较熟悉 然后也可以介绍给朋友 那我们另外就是说 网路官网能够继续推动 特别我们在座的年轻人 那个Facebook 我们本来不知道Facebook Facebook Facebook Facebook是很重要的一个 网路的一些的吸引年轻人 所以希望在座的少年人 这样开始来做Facebook的工作 这样好吗 好吗 好吗 好 那不错 那我们高杀主 虽然有的没有网路 但是我们有很多的方式去吸引 跟其他的年轻人来论述 那最后米加书六章八节说 只要行公义 好联名 存谦卑的心 与你的上帝同行 这个你的上帝 不论是基督教的上帝 任何的上帝也好 那只要把这个上帝是公义的上帝 是帮助我们所有台湾的这位主 为什么 美国受到God bless all of America 为什么会全部都祝福 是有上天祝福 那今天也是一样 我们上天上礼也会祝福我们台湾 也祝福在座 也谢谢各位听到这样的问题 有空我们私底下 也可以在Facebook来做联络 希望大家神祝福你们 到这里 谢谢各位 请客气力 驾嘞 休息十万千 明镜与点点栏目